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今年增设了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 交叉学科 今天最新发布的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 首次对交叉学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明确交叉学科设置将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按照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机制 严把质量观 管理办法明确 交叉学科设置时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包括具有新的明确的研究对象 以及需要通过多学科理论和方法 交叉融合解决的新科学问题和现象 具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发展潜力 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迫切需求 并具有稳定的需求发展趋势 具有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相关学科基础扎实 人才培养条件优良 基本形成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为确保交叉学科建设质量 管理办法明确 所有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均需参加周期性合格评估 并建立了交叉学科的调整退出机制 对于不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社会需求萎缩的交叉学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按程序将其退出目录 退出目录的交叉学科 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可结合本单位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 将其转为试点交叉学科或自设二级学科 继续开展人才培养工作